我做完之後的話,這個地方自動多個按鈕按下去,自動可以幫我把資料調出來 可是問題剛剛有一個就是舊資料它沒辦法清空的問題 如果我今天選了一班的話,那一班會出現是沒錯 可是如果我在選二班的話,那二班它這個地方就會只有兩個 舊的資料沒有刪除,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們可能就是先多做一行程式,在上面的地方寫一個什麼 這個範圍的資料先幫我清空,再幫我查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上面多加一行敘述 就是什麼,清空舊資料 當然你也可以在上面加個註解,註解的話就清空 清空舊資料 OK,那清空舊資料怎麼寫,其實就這個範圍好了 這個範圍,那我們如果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的話 你可以先打個range,因為range就是什麼 range就是範圍,刮虎的話跟它講說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G5到J,這個的什麼,G12 所以我們就G5,冒號J12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範圍,G5到J12 那框起來就是這個範圍 裡面的資料清空的話就點一下 點clearcl,有沒有 當然這裡的話記得,如果你clear的話 它會把框線一起刪掉,因為clear是清除全部 那clear裡面如果只要清除資料的話,記得喔 請你選舉clear什麼,contents contents就是內容 之前有同學常常選錯 一看到C就點下去了,就點到clear什麼 clear,comment就是註解,清除註解 那就選錯了,記得要選clearcontents contents就是內容,清楚裡面的資料的意思 ok,那加s是清楚很多個 clearcontents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把就資料清除 然後並且怎麼樣 並且在幫我這個地方 第二步就是在查詢 這個應該就是什麼 比對資料 ok,比對資料 然後呢,當然後面應該是 並複製過來 複製,這樣也可以啦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第一個步驟是清空就資料 第二個的話是比對資料並複製 好,那跟各位講一下 之後如果你們交錯誤的時候 請你在程式上方 請自行再加上註解吧 為什麼?因為每個人其實你打的都不要一樣 應該不可能說每個人打的都一模一樣吧 因為就有人直接 call別人的直接就來交了 那如果你註解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以後交作業的時候 註解也是作業的一部分喔 所以喔,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當然上面的字不一定要打這麼簡短 你可以打多一點沒關係 你可以打說 因為底下的話就是說 因為當然我知道說Range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說 清空就資料 然後你可以甚至把什麼 用Range物件 把這個G5到J12的範圍做選取 然後用ClearContent做清除 然後Clear是清除權 你可以自己寫多一點沒關係 好,OK,甚至有的同學快要寫一篇文章在上面的啦 程式可能 就是註解可能甚至比程式還多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個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那我會參考一下 也就是你們註解喔 就是大概打一下 OK喔 好,那我們已經寫完了 你會發現很清楚嗎 第一步喔 就是把舊的資料清空再查過來 所以剛剛不OK的部分的話呢 現在應該就OK了喔 所以把它這個執行一下 有沒有,這個就不會出現了 但你想說老師很不方便耶 如果每次都從這邊執行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在這邊旁邊 把這個Sub變成一個按鈕 放在這邊好了 插入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放在這裡 這個按鈕叫什麼 叫班級 或者有些叫查詢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當我選了一班的時候 我再把班級按下去 也出來了 我再把二班查出來 我再把三班查出來 你這樣不是很方便了嗎 就好像說有時候啦 你比如說一個 比如說一個公司的產品 那比如說產品到底賣的情況如何 然後賣的狀況 有沒有銷售情況 各個分店的銷售量 那如果老闆每天都要全部 哇一堆資料 這樣看很累吧 就像這邊一堆 可是如果說 他可能想說 請某某人 你幫我做一個下拉清單 然後呢 我想要看什麼樣的資料 只要我向下拉清單一點 然後呢 他就自動幫我把資料給調過來 那請你幫我處理這件事情好不好 OK 你總不能回家說 學校老師沒教 沒辦法 那當然你就沒辦法 那如果說你可以很誇張 這簡單 我以前有學過VBA 兩下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當然呢 相對的會讓人家覺得刮目相看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多增加了一行敘述 另外的話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什麼 在這個敘述上方 自行加上什麼 註結 入結自己打 不要都打得跟別人一模一樣 盡量都不一樣 沒有關係 第三個的話 再把這個SUB 變成一個按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